White Save the Children 为本次在华山展出以儿童为主的展览 近年来因为疫情肆虐的关系 许多家庭面临到了考验 而社会上原本既有的儿童暴力事件之外 诸多的儿童问题也时刻令人省思 原本应该充满欢笑声的童年 渐渐变了掉 但或许我们只要多给一份关注 他们就能多获得一份力量 白色呢代表孩子纯洁无瑕的心灵 就如同艺术家在纯白的画布上 从零开始下笔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本次的展览 借由艺术呢去抚慰每一位小朋友 甚至是大人惶恐不安的心灵 最终在每一位的内心深处 种下对艺术充满热情的种子 FMGR拥有20年的艺术品收藏经验 主要专注于管理国际新锐艺术家 以及当代潮流市场 挑选来自世界各地匠心独裁及别具潜力的艺术品 FMGR了解 艺术呢在社会上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性 但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排发性 因为许多人认为艺术是富人才能接触的领域 但与此同时 你这个想法 限制了自己欣赏每个机会 本次展览FMGR与来自世界各地 12位独家艺术家 以及Funny & Cosmic Cowboy 一同携手合作 为全世界的海童发声 缤纷的色彩画作为艺术家Nikki的风格 因为不擅长社交 作品大多于单独的角色出现 活泼可爱的女孩为她的创作主轴 郑宇恩擅长以动画人物魔法公主 作为创作的主角 且使用漫画书构图的方式 拼贴各种的角色 以童趣画风诠释自己对年轻议题的视角的Yanky Ling 透过丰富的色彩与画面讯息 结合人物的绘制 令人目不转睛 丽雅的作品维持一贯实用奢华风格 透过饰品的佩戴 将理念展示于大众之前 这次保护儿童系列作品 更是别具意义 几前所未见 Blick则是以人类手部为核心元素 作为创作的主轴 去取代人物原本的样貌 让情绪的表达不再局限于脸部而已 Tokita的白眼少女 传递了青少年的压抑情感 也象征了内心的脆弱 想象力之于Funny而言 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作品中的背景 源自于他生长的家庭 喜欢即兴创作的他 勾勒出简单 却保有生命力的角色 Tom Burns 作品风格在模糊抽象与现实主义之间 使用立体派的技法 结合时下流行的卡通人物 达到了一个美丽的平衡 以及像 Call Miss Cowboy 李匡吾 Madi Adam Handler 和Hosius 等艺术家 都为本次的展览增色不少 White Save the Children 本次在华山文创园区展出 展期从5月27号到6月5号 展览期间皆为免费入场 如果你也支持我们理念的话 那我们就上约华山见